汽车怎么知道自己在淋雨 这个东西叫做雨量传感器 有自动雨刷功能的车上都会有 就是它告诉汽车电脑 现在的雨量有多大 该开启什么档位的雨刷速度 雨量传感器是怎么做到的 流量式雨量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三个电极片 按照这种排列方式 小雨滴进入时 只会接通S1 S2两个电极 雨刷开启低速档 大雨滴进入时 S1和S3接通 雨刷开启高速档 很明显 这种传感器的缺点是 档位太少 要么慢 要么快 很像女朋友的抱怨 电容式雨量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 在两个电极板中间 创造了一个检测场 雨滴通过时 产生不同大小的静电面积 静电面积改变静电容大小 就知道雨量有多大了 电容式传感器的好处很明显 它可以做到很细腻的感知 更多的档位调节 是个细腻不矮 压电式雨量传感器 看名字就能想到 这个传感器需要压才行 进入传感器 会撞击传感器的压电阵子 根据压电阵子的机械位移 产生电信号 汽车电脑就知道 现在雨量多大了 雨滴越大 阵子震荡越大 雨滴越小 震荡越小 不过 这种传感器受限于机械运动 压电阵子的寿命周期 不如前面的稳定 红外线雨量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的设计太妙了 它根据光线的全内反射原理设计 之前给大家看过一个视频 光线在进入戒指后 会产生折射和反射 但如果光线以一定角度进入戒指后 就会变成这样 反射的光线不见了 全部进入戒指了 这个就是全内反射 那根据这个原理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全内反射的光线传感器 没有雨滴时 发射器发出的红外线 经过两层戒指 进行全内反射 能量没有损失 接收器接收到满格能量的光线 传感器知道 现在玻璃上没有水滴 有雨滴时 红外线的全内反射环境被改变 部分红外线进入雨滴 接收器接收到的红外线能量降低 传感器知道 现在玻璃上有水滴 赶紧告诉电脑 该开启雨刷 关闭车窗了 那怎么知道有多大的雨呢 传感器中有微型处理器 能够将反射率转换成降雨量 到这里 我们就把目前市面上 所有的主流传感器原理讲完了 其中最常用的 也就是比较好使的 你应该也猜到了 就是电容式和红外线 电容式是因为直接接触式检测 所以优点是速度快 那缺点也很明显 传感器暴露在外 容易损坏电子元件 而且受到电容尺寸限制 检测范围也有限 那红外传感器的最大优点 就是间接接触 受到的干扰最小 并且现在的光电技术已经很成熟 使用体验也很不错 缺点嘛 就是如果光线环境比较复杂 传感器可能会抽风 好了 有没有觉得这些设计真的太妙了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传感器 包含了这么多学问 这也是求存的知识 知识可以更有趣 感恩三连 下期再见